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来学习 一个塞尔表格 如何插入带圈字符 首先我们将关门定位在要 输入带圈字符的单用格 然后点击插入 再点击符号 将这个字体设置为Windings 然后这里就会看到一些带圈的数字 我们单击一下 再点击插入 这个带圈字符的1就出来了 同样单击数字2插入 带圈字符2就出来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我们可以利用搜狗输入法的特殊符号里面的数字续号方法 单击一下1 带圈字符1就出来了 单击一下2 带圈字符2就出来了 这种方法都很简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我这个以上表格是2016版本的 2016正强版本 如果是你需要的同学也可以免费分享给大家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点击关注 然后进到我的主页 点击发消息 我就会放一个 2016版本的激活软件给大家 或者远程帮大家激活 好了 本期视频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拜拜